大家好,我是田一苗,欢迎收听古典音乐很难嘛 今天我们继续来听一位特别体现法国风格的法国作曲家 他对法国的轻盈典雅的沙龙气息风格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 他就是路易十六的御用音乐家,他叫弗朗索瓦·库普兰 库普兰生活在1668年到1733年之间 他也是巴赫时代的作曲家,比巴赫大了二十来岁 在德国,巴洛克音乐风格在巴赫·亨德尔手里发展到了顶峰 他们的风格是朴素、深邃的 而巴洛克风格来到了法国就演变成了洛可可风格 相比巴洛克,洛可可就显得更加浮华、更轻快、更女性化了 巴洛克这个词的原意是变形的珍珠的意思 而洛可可的意思是贝壳形状 贝壳形状形象地描绘了他的风格 很多的折奏层层叠叠的、轻盈的、可爱的 在18世纪20年代之后 法国的王公贵族们从追求权利 到了追求娇奢淫逸的生活享受 洛可可这种艺术就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尚与精神状态 最初洛可可是一种绘画的风格 代表人物叫做让·安东尼·华多 他画了很多野餐舞会男欢女爱的作品 这些题材难以获得深刻的艺术表现力 我不太懂绘画,但是我非常喜欢看华多的作品 在他描绘的那些轻盈的故事里面 似乎有一种幽暗的质地 里面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与哀伤 也许就是这种气质 让他的人物的轻浮享乐 都变成了一种看透人生般的虚无感 洛可可风格从绘画开始 弥漫了建筑、音乐 成为一种典型的18世纪的法国趣味 它的特征是那些漩涡型的曲线和贝壳型的花样 对洛可可风格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看电影 有一部叫做《绝代妖姬》 讲的是路易十六的妻子 断头女王玛丽的故事 里面就有各种超级浮华的家居 大蓬蓬裙、假发 但是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兴起 洛可可风格很快就被古典主义取代了 在音乐史上也没有形成洛可可风格 洛可可成为巴洛可音乐的一个分支 我们今天要讲的弗朗索瓦·库普兰 他就是洛可可音乐的代表人物 库普兰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 就像巴赫家一样 他们家的库普兰大部分都是音乐家 他的父亲叫做夏尔·库普兰 曾经在巴黎圣勒尔维教堂担任管风情师 在小库普兰十二岁的时候 父亲去世了 在他十七岁的时候 他也成为了圣勒尔维的一名管风情师 后来他成为凡尔赛宫的皇家教堂管风情师 奔波在巴黎和凡尔赛宫之间 成为王室成员的渔馆建勤教师 后来受封为罗马骑士 被人们称为德·库普兰骑士 他写了不少键盘音乐 为各种古钢琴写的 也写教堂音乐 但他的音乐中 没有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 也没有宗教音乐的题材和情感 他纯粹写轻松娱乐型的音乐 社交型的 属于客厅和花园的音乐 库普兰最主要的成就是他的古钢琴音乐作品 他写了四册的波弦古钢琴曲 也就是渔馆建勤乐曲 大约有230首 此外呢 还有40多首管风琴曲 因为那么多的键盘曲 所以人们称他为法国键盘音乐之父 渔馆建勤 我想大家一定听说过 或者在西方的古装片里面见到过 他的琴体类似如今的那个平台钢琴 琴体上有各种图案 非常华丽 声音纤细而明快 他是用羽毛或者皮革 拨动琴弦而发出声音的 叮叮咚咚咚的 所以叫做渔馆建勤 不像现在的钢琴 现代钢琴是用木头和毡布做的小榔头 敲击琴弦的 所以呢声音更加的明亮 渔馆建勤从17世纪产生于英国 后来成为巴洛克时代的主奏乐器 主要来演奏通奏低音 还有像莫扎特的歌剧里面 他也会来演奏那个宣续调的伴奏 他的声音非常明亮 辉煌华丽 但演奏的音符实质比较短促 就声音很短 不能持续发声 因此呢他无法来演奏歌唱型的乐剧 也许因此呢 库普兰就给他写了各种装饰音 让他持续的奏响 库普兰的装饰音后来对巴赫亨德尔 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甚至是库普兰让装饰音成为巴洛克音乐的典型风格 他后来写了一部叫做 《语管剑琴的演奏艺术》的这样一本书 成为键盘乐器演奏艺术最早的一部成体系的理论著作 在里面他规范了演奏的坐姿 就是要怎么做 然后怎么弹 执法怎么来安排 还有各种装饰音如何演奏 如何练习手指的技巧 让它变得灵活 还有各种表情记号 应该如何表达 如何柔和生动 轻巧而富有感情的表达音乐 他认为要把这些精巧而华丽的音符和音色 演奏出一种内在的神韵 而并不只是华丽的浮华的音响 我想这种内在的神韵 大概就是洛可可的神韵 我们发现在那个年代 法国音乐就是一种形式化的艺术 讲究音乐造型 它不像巴赫所代表的德国音乐 有一种严谨的逻辑性 有很强的概括能力 写得像论文一样 而法国的音乐 它的方式是生活的 享乐的 随意的 它讲究姿态好看 要优雅 在这样的音乐里面 当时贵族和上流社会的优雅仪态 他们行礼的方式 他们走路 扇扇子的方式 都跃然在我们眼前 这种音乐与他们的行为仪态是分不开的 如今我们也从当时的音乐里面 又可以揣测当时人们的姿态和神韵 在库普兰的音乐中 旋律的优雅是至关重要的 它用装饰音来点缀这些优雅的旋律 就像当时的人们用花边来装饰裙子 用绣花来装饰丝绸的外套一样 装饰音让旋律灵动而充满活力 节奏也变得更加复杂了 于是演奏雨管剑琴 就变成了一门比较艰深的艺术 当然我觉得它的装饰音 也是和雨管剑琴这种乐器有关的 我们上面讲过它的音符比较短促 于是必须围绕着一圈一圈的装饰音 它才能灵动起来流动起来 库普兰的装饰音写得非常精确 我曾经看到过熊骑士出版集团出版的 它那个原作的乐谱 既谱非常的讲究 为了保证演奏风格准确 它在乐谱旁边列出了一长串的装饰音的演奏法 进行各种细致的计算组织音符 甚至创建自己的音符 它不给演奏者一点记性发挥的地方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首库普兰的代表作 谢谢大家